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3月23日 英超三队友谊A奥拿拿 来自米兰体育报国米方面记者Andrea Ramazotti的报道 车路是 曼联和热刺都对国米门将A奥拿拿感兴趣 去年夏天国米以自由转会的方式签下了A奥拿拿 这位开麦龙门将本赛季表现出色 已经吸引了不少英超强队的关注 比如车路是 曼联和热刺 蓝军希望引进A奥拿拿顶替一文迪 曼联目前上位与迪基亚谈妥续约 而热刺门将罗里斯已经36岁 球会希望签下一位更年轻的高水准门将 虽然国米去年签下A奥拿拿时只支付了一些经纪人佣金 但如今任何球队想带走他都必须支付高额转会费 特别是在面对英超顶级球会的兴趣时 国米估价为6000-7000万欧元 对于蓝黑军团来说 卖掉A奥拿拿并不是一个优先方案 只有收到一份高额报价才会考虑出售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